大厨请客 这次要介绍的是一道非常顶级的料理 烤牛排 香浓有劲的牛排 经过特调酱料腌制过后 放在热乎乎的铁盘上烤 尝起来绝对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好滋味 你们都不喝酒吗 你骗我 二十年来三斤经验的 辣椒油 好吃的意思 牛皮不是吹的 牛皮拿去用来干嘛的 真好吃 你不可以再吃了 我也不可以再吃了 人家都没这吃 摄影师眼睛都瞪在那里了 说留给他们 越吃越少什么 逐 attacked 好了 又来了 哈哈 欢迎你感谢你再一次准时的收睾我们节目 我们是江大厨请客 在韩国的饮食习惯文化当中 其实它的知名度 能跟韩国泡菜相提并论的 就是韩国烤肉 这个烤肉对很多外国人来讲 它吃起来相当相当的可口 有点点甜 然后它的吃的方式又很特别 所以很能够吸引外国人 比方说它要有生菜 再来包着吃 加点肉 加点其他的东西 酱这样的包在一起吃 如果有些地方还可以用芝麻叶 对 还加点什么特殊的酱之类的 我们这里是没有芝麻叶了 在韩国它用芝麻叶来吃 它比较更香 对 所以说这个被全世界的外国人 被认可的韩国饮食当中 就是韩国烤肉 那韩国烤肉 基本上我觉得是应该分两大类 那一个是我们曾经在节目介绍的 就是叫Pul Gogi 就是原味烤肉 那个是不带骨头的 对 那今天我们要端出这道菜的叫什么呢 小牛排 排骨的肉拿来给你烤了 也是韩国烤肉 但是它是以带骨头的牛排的肉为主 对 那韩国本身有一个地方 韩国是这样的 我们是叫什么省什么省 对 它们是什么道什么道什么道 那在韩国有个地方叫中青南道 那个地方有个叫红城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那它附近有很多小镇 那个地方整个的那个区域啊 就是专门养韩牛 我们叫韩牛 那韩牛呢 在当地其实是价格非常非常贵的 所以其实三十年 就像我们台湾人如果说三十年前能够吃个牛排 那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的环境对不对 对 对 以当时来讲它有流行一句话 它叫什么呢 韩国话叫 奥布拉面吃西海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觉得冤枉啊 被人欺负啊 那你就争气嘛 对 你就成功嘛 对 你吃不到牛肉的话 你就要争气一点对不对 对 然后韩国最南端呢 有个城市叫釜山 它的地理位置呢 跟我们这里的高雄呢 有一起同工之妙 对 那在釜山呢 有一个海边 它那个位置就跟我们这个高雄的西子湾是一样的 它叫海云台 那釜山本身是个海边的地方 那海边呢 它其实是海鲜文明 可是在当地釜山呢 其实最出名的 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呢 就是海云台的牛排 今天就是要介绍 这就有点奇怪了 没错了 海边的人要吃牛 应该是每天吃牛 每天吃海鲜吃到 吃那个牛排口味改了 是是是 就觉得它很稀奇了 对对对对 吃这个牛排也好 烤肉也好 我每次很欧着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开餐厅了 不在乎它了 因为我随时可以吃啊 没错 以前在韩国需要读书的时候 那个民洞 我们住在那个民洞 前面呢 卖专门店 就是有卖这个牛排跟烤肉专门店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一家呢 你知道吗 它外面有一有一排是窗 窗户 因为它窗户在房子最上面 我们看不到里面 对对对 可是它很贼 味道就闻开了 味道不说 它很贼 它把里面的装饰啊 里面的墙壁揍了一排的镜子 摆在里面 所以你从外面看过去 都看到里面的人在吃牛排 然后那个香味出来 我们又没有钱 去吃 每次经过 一定要必经之路 去学校的话 好气啊 我哪一天 一定要吃个够 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要请大家吃了 现在 现在不在乎了 我们多的是 今天要介绍首先的食材呢 烤牛排所需要食材有牛排 水梨 生菜 酱油 姜泥 葱 蒜泥 果糖 麻油 以及胡椒粉 来吧 我们第一个步子 我先把这个给你出来 对 你先把这个汁 把汁要打出来 要多少呢 其实 差不多这个 多放也无所谓了 因为它是取它的 干甜嘛 干甜 也比较好吃 对 如果是小孩吃的时候 就可以多放一点 放一点 如果觉得说 一片半片 半结的梨呢 我想给小孩子当水货来吃 你就放一半 也可以 你就觉得说 这个梨我吃了 它没有那么甜 那你都放下去也没有关系 但是千万要记住哦 这个水梨 它里面的骨头 你不能放进去 那哪儿 那有的人就不知道了 真的吗 我们说都可以放 它就连皮都放了 真的吗 那你说这个打成之余 有人会把骨头放进去吗 那个呢 骨头是狗最喜欢啃的 真的啊 其实狗 它需要这个盖子 打这个的时候 水多放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反正等一下 待会还是需要到加水 加水的部分的关系 所以我这个水多放了 我等一下做酱汁的时候 我的水就要少放一点 因为我方便也去打 这个狗啊 狗呢 你猪骨头不能给它啃 然后鸡骨头不可以给它啃 只有牛骨头可以给它啃 为什么呢 狗呢 狗 不能给它鸡骨头 不能给它猪骨头 只能给它牛肉 为什么呢 鸡骨头跟猪骨头 它都可以咬脆 只有牛骨头 它怎么咬它都咬不碎 然后它一直去咬那个骨头 骨头里面有那个骨髓 骨髓 它吸收那个骨髓 钙质也补充它的牙齿 对 补充它的牙齿 然后它绝对不会说卡到喉咙 因为它实在太硬了 它一个晚上了 你都不会卡在喉咙上面 但是猪骨头 鸡骨头 它都会咬咬咬咬 变成小块了 所以它都卡在喉咙上面 对 横着卡 它就排泄不出来 所以只要觉得它无聊就丢个牛骨头 其实一般来讲一个弄一个 磨它的牙就对了 磨它的牙 对 好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姿势 来 我现在就把这个葱 先把它处理成葱丝好了 葱丝 好吧 好 好 葱丝已经完成了 葱丝现在放其实无所谓 我现在这里面这个量 差不多一碗的 也是一碗的水梨汁 然后可以加上一碗的酱油 对 所以你打水梨汁的时候 可以水梨再多打一点点水 没有关系 就是不要太多 它的比率是一碗跟一碗 其实我们腌的时候 其实水的这个分量 其实是很多的 所以你也可以合在水梨也没有关系 对 所以你如果 那个汁不够还是要加水的 对 还是要加水的 所以你在这里面 你一起和它打下去 也没有关系的 可以 好 可以摆下来了 做这个牛排呢 其实我们先来调制 其实它很简单 海云潭是韩国著名赏乐的 三个场所之一 韩国的音历正月食物 是月亮最圆的时候 因此被称为大食物 有许多的民俗活动 比如在田地里烧草的烧田火 戴上狮子面具 和这音乐节奏表演的舞狮子等 好 做这个牛排呢 其实我们现在调制 其实它很简单 蒜泥你可以放一大汤匙 放一大汤匙 差不多这一匙 多一点也没有关系 这一匙的话是大蒜头 你说算颗粒怎么算的 有的这么大 有的这么小 差不多这个量就可以了 大汤匙 好 一汤匙 姜泥呢 永远比蒜泥少 这个也是一样了 因为它放多了会苦 少三分之二还是少三分之一 少三分之一就可以 少三分之一 如果是你不想放 你把这个姜汁放下去 也是一样的 好 胡椒粉 胡椒粉 当然要多一点 要多一点 我喜欢吃 好 那就再多一点 对 怕小孩子辣 麻油呢 除了它的香味之外 我们有这个融化 让它那个色质 肉的油脂 你绕口令来了 肉的肉脂滑润 河南 湖南 河南 搞不清楚了 搞不清楚了 好 你多放一点麻油没有关系 好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放一些芝麻 这时候就把芝麻线 芝麻放下 所以这条链 现在需要的这些条链 其实前面就把它先准备好了 对 就准备好 全部要加进去了 其实有的地方呢 它把这个左链 除了芝麻跟胡椒粉之外 它蒜泥它不打成泥子 它就能蒜头 然后葱 它先把这个酱汁 给它用水滚一下 然后再把这些葱啊 什么给它沥出来 就要这个汁就对了 把那个捞出来 但是我不这样子去说 太麻烦了 其实我们这个全部 冤枉了过程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葱呢 很多都见不到了 看不见了 对 看不见了 它已经入味了 看不见了 不要我们就是主张 简单要好吃 方便 但是好吃就好了 好吃不能少掉 对 好吃不能少掉 那这牛骨头 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好 这个骨头 它当然是每一个骨 需要来切吗 来 这个要需要 切一下 擦一下 每个部位 你不可能请它 把这个油给它剃掉 那我们要自己来剃 因为卖肉的连这个都算甜的 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你就给它这样子把油 把油先把它除掉 给它切一点 留一点点口感没有关系 对 油去掉之后呢 我怎么来切成长条呢 从这个骨头这个部分呢 切开 给它切开 但是也不要切到底 不要切到底 再来用滚刀 滚刀 给它翻过来 再来给它这样子切 来来来来 好 麻烦你这样子切一下 没关系 我再来 然后中间呢 要给它坑一下 为什么 这个我们先切一片 我再来切 好 再来切一个 为什么要中间坑一片 当然它有它的用意了 你从骨头这个面 我们就一面的滚刀就可以了 不要切到底 这留一点可以 连起来就好了 再来这个面 我们也是一样 刺着它那个再来切 不要切到底 长了吧 再来 不要 继续 不要切到底 你继续不要切到底的话 它会有一个面积出来 肉就变薄了 就变薄了 对 整个这样子铺开来了 变薄了之后呢 因为肉啊 它里面有筋 就是我们的人的身体的勾到 你用这个刀背 你不需要去买那个敲的了 买那个还有麻烦 你就用这个刀背 直接 直接就给它顺着这样子来 这个肉的纤维 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话 你逆着方向 就是我们看有武侠具 你看它那个形 把它的筋骨 给它打算的意思了 打从韧毒二脉就对了 筋都给它这样打算 不要敲到太用力 这样子的话 它肉质就很嫩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练九阳神功呢 九阳神功 不用了 那是你练不是我练 好 然后为什么这么要划一刀呢 对 因为这个骨头 它是用筋来包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给它划一刀呢 等一下烤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可以烤上了 对 这个地方它就会开起来 对 那你这个筋就从这边 你用烤之后 你这边一咬翻过来 筋就掉下来了 被刀压住了 好 有些人特别喜欢吃这个筋 尤其是你那个哥哥 真的 我那个弟弟 他好爱吃这个排骨的筋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这样子了以后 把它敲一敲 也是一样敲一敲 一样敲一敲 它的方式呢就是把牛油锅的部分 就是一样 牛油锅的部分 先把它处掉 给它处掉 把它干掉 对 那有的人问了 那要多 我可以马上吃吗 哎 不行 你就忍耐一下吧 需要一天一个过程 同样的道理 你如果是明天请客 你今天晚上给它做出来最好 如果是晚上请客 你早上给它做出来 对 好 我来切这个 你来做这个 再热锅好了 再热锅好了 热锅的时间 这个 哎 怎么 这是 我怎么会不会呢 这个需要一个技巧 从骨头的部分 这样子对不对 然后顺着这个 对 你现在顺着就不好切了 因为它这个是有筋 对 你反过来 反过来这样子切 对 对 如果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不行 你要往这个方向切了 它才能长了 对 好 这就是我错误的示范当中 对 错误的示范当中 要选择正确的方式 其实你看我切很简单 要顺着这个 对 如果是你没有切过的话 还是有一些错觉 所以这三块就留给你了 好 这三块留给你 我想到一句台词了 不是台词 小的时候我们学英文 不会学 那是很小 英文也没有那么普遍 就是说 Thank you very much 那老人家都不会记 就是三块肉留给你妈吃 好 三块肉留给你妈妈吃 这个就是 这三块肉留给你吃了 就是 三块肉留给我妈吃 就是Thank you very much 的意思 又学了一句 三块肉留给我妈吃 好 做菜的时候 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 对 好 这个放进去 那这个经过好几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说经过 最少 最少要四个小时 也就是说第二天早上吃的 前一天晚上做 对 第二天晚上吃的 那当天的早上做 你现在看我们这里面 是这么多的水分 到了明天水分就不这么多了 全部给它吸进去了 全部吸在肉里面 所以我们的肉是这么的嫩的 这么的嫩 原来就是 原来就在 腌的这个过程里面 关键 就是这个关键 我们没有留 我们绝对没有留我们的秘诀 绝对 就是这个样 全部透明 就是这个样子 那时间的问题怎么去掌握 咸份的口感 我们果糖还没有加 果糖 这个果糖不要加太多 一点就好了 增加它的亮度 那你说这一点是多少呢 那你说这一点是多少呢 差不多我们吃饭的汤匙 你一斤的肉加了半个水泥的话 差不多就是一食的就好了 好 这个可以 烤牛排呢 一定要板要热 板一定要热 一定要热 为什么呢 你不热的话 这个肉本身有的汁 它吸不上去 所以这个如果是热了 对不对 好 现在你看 一热的话 它马上就可以 你那个汁本身有的汁 就吸在它的肉质上面去了 所以内表层是最香的部分 好 内表层是最香的部分 你看 它色彩就不一样了 它就是因为板要热 你板不热的话 不能这样子去烤 板热你烤下去 那个同样你做的牛排 它烤出来味道就是有差别的 重点在这里 好 也是一样 要用心 好 好香 好香 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 我们棚里面都很高兴 好 恭喜 恭喜 赞到了 赞到了 今天不用吃 三块肉留给你妈吃 三块肉留给你妈吃 对 那烤牛排也是一样 我们烤个七分到八分手就好了 那我怎么看出它七分到八分呢 一样 肉质你烤熟了 它永远有弹性 比较硬 所以不要太硬就好了 好 你看它这个骨头这个部分 我们看它画了一道 它这边就不一样了 你看 它皮不是粘在一起的 没错 它会缩回来 等一下我们就从这边咬下来的话 就刚好 好 那这种的熟度就刚刚好了 就很嫩了 好 待会儿就要用这个生菜 一起来包着吃 来吧 来喽 烤牛排的做法您学会了吗 让我们来整理一下 先将牛排上多余的油脂剔除掉 用滚刀的方式 把牛排切成长条状 再用刀背将牛筋打散 酱料的调制是用水梨汁 加上酱油 葱丝 姜泥 蒜泥 麻油 胡椒粉 以及果糖 然后把切好的牛排放入 腌制四小时以上后就可以拿来烤 烤到两面金黄 牛排八分熟就可以了 可以这样子包一下东西 看你喜欢包什么就包什么 好了 我的习惯可以先喝一口酒 大姐 变酒鬼了 节目录完了 我也会喝酒了 有餐厅的客人说 大姐你不是不喝酒吗 你骗我 20年的餐厅经验了 好吃的 牛皮不是吹的 牛皮那就是干嘛的 真好吃 这道香味四溢 肉质鲜嫩的烤牛排 一口咬下 丰富的肉汁就立刻涌了出来 整个嘴里都不满了甘甜浓醇的滋味 而且牛肉更是越嚼越香 越嚼越够味 这个韩国话叫什么呢 realize 厩 其实是在韩国我们曾经讲过 那个原味烤肉叫 佛狗身 佛身是什么意思呢 是火的意思 狗身是肉 在骨头的这个肉叫 贝 所以说有时候会讲 和 巧克力一罐卡 death 大家我就知道了 我前面有讲过 这道菜其实是最出名的 就叫海云台 海云台的话 韩国话叫 我是一个 就是今天我们要做介绍的 黄帝严当过 acá 餐厅老板没当过 餐厅老板也当过 盖帮帮助没当过 他们 咱们 盖帮帮助没当过 他们是盖帮帮助 这我餐厅里我是常吃 留给你们吃多吃点 就是三块六给他骂起吧 三块六给他骂起 三块六给他骂起 这谁想出来的 我们郭小伙众是没人在理解 对吧 不少人家随时 因为我ABC叫什么 看到外国人呢 然后我们就在Thank you very much 什么东西啊 就记着三块六给他骂起 美国话就是谢谢你的意思了 你不可以再吃了 我也不可以再吃了 人家都没得吃了 摄影师眼睛都瞪在那里 说留给他们 越吃越少怎么